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看到這兩天 這個美國跟中國的高層 他們在阿拉斯加見面了 可是在會面之前 其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在會面當中 包括了新疆 香港 台灣問題 我們這個是一定會談的 然後布林肯的講法是說 台灣是強健民主政體和科技重政 而且是能夠為世界做出貢獻的國家 中國以壓迫與耗戰行為 侵蝕香港經濟 弱化台灣的民主主義 侵害西藏的人權 並主張在南海擁有主權 這些都有為人權法 中國不要再使用壓力或攻擊 如果有必要 我們將進行反擊 然後接下來 他們就正式的 跟中國的楊潔篪和王毅見面了 在這場見面當中 本來是講好說 我們讓大家拍的這些談話 短短的幾分鐘就趕快結束 結果楊潔篪噹哩啪講了16分鐘 然後楊潔篪直接說 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干涉的內政 他認為香港 台灣 新疆這些 全部都是他的內政 所以美國你也管太寬了 布林肯是說 你中國的行為威脅了全球的穩定 而且你中國每次都沒有按照規則來 從會面前到會面當場 都在嗆聲 都在吵架 我要請教一下智慧 他們吵架吵成這樣 接下來還要繼續談喔 沒辦法 就算吵還是要先談下去 但是就是因為要談下去 所以要先把醜話都講在前面 剛剛講這個沒有錯 其實在外交的場合上面 你很少看到一開場 還在媒體公開場合 就先吵起來的 這很難得見到 我們拿台灣最熟悉的馬錫會 2015年的時候 你看那個開放媒體見面一分鐘 大家拍拍照 然後各講一下 這樣過程 大概還是行禮如宜 雖然講的內容我們不喜歡 覺得馬英傑講的內容我們不喜歡 可是基本上還是行禮如宜 大家還是會給面子 關起門來再吵 可是這次不是 布林肯本來也是安排好 是各一分鐘 兩分鐘的媒體的公開的時間 就是開場寒暄 結果我布林肯一開始 一口氣就先講了15分鐘 那那個內容就直接開門見山就講說 中國你剛剛前面介紹到了 中國你危害到了 所謂新疆 西藏 台海 香港的人權跟民主價值 還有這個區域安全的威脅 啪啪啪 先把中國先批了15分鐘 數落了一頓 對 那媒體沒有叫媒體走啊 中國也不打算讓媒體走 楊潔石接著上再15分鐘 然後 而且楊潔石也狠狠 因為這是正式場合 楊潔石本來就應該講中文 因為 外交理上就講自己的語言嘛 楊潔石講了15分鐘的中文 還要再加上翻譯的時間等等之類的 然後大概就是說你美國干預內政 你美國這些剛剛講的 新疆 西藏 台海 還有自古以來 都是中國一部分的南海 這些都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而且他講的蠻凶狠的 他說你美國所堅持的 這個所謂的普世價值 其實只有你少數的盟友在堅持 全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 並不認同你美國所堅持的普世價值 哇 這麼凶啊 直接這樣用中文嗆聲 所以你看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的激烈 那理論你不是覺得 30分鐘好了 大家都罵 互相罵完了 不是應該結束嗎 媒體要撤了 說布林克人說等一下我還要回應 這樣媒體再留下來 所以事實上本來安排 三個小時的第一場次的美中會談 大概前一個小時 幾乎都是在媒體公開的場合之下 彼此的這種 吵架 吵架 互嗆 我插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楊潔篪哩哩啪啦 講了十幾分鐘之後 旁邊有一個女翻譯官 她就說我先翻譯一下 然後楊潔篪就說要翻嗎 意思是不是說楊潔篪的 我剛罵的那一大趴 全部都是要罵給 聽得懂中文的國內 中國國內的人聽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要給你美國人聽懂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實際上觀察其實滿準的 就是說基本上 其實你看美國從這個3月12號 跨的四方聯手會談 一路下來15號16號的 美日的2加2 到17號的美韓的2加2 其實你看那整個佈局 幫他前面介紹到了 布林肯 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 特別提到台灣是個國家 那加上布林肯和奧斯汀在3月15號 在Washington Post上面的一些 這種投書 這都是很罕見的 所以美國是一個很綿密的過程 一個禮拜的過程 其實中國已經知道 他這一趟去叫做有去無回 對 他知道去絕對不是一個 大家開開心心的 握握握手 然後坐下來一起吃鮭魚 還怎麼樣 一定不是這種場合 對 阿拉斯加鮭魚好 對 一定不是在阿拉斯加吃鮭魚 所以他一定知道 可是非去不可 因為如果這一次沒有去 美中沒有開始對話 未來現在是對話 不曉得是什麼時候 那他等於是非去不可 那他又怕有去無回 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策略很清楚 就兩個 第一個既然知道回不了頭 那至少要確保回去的時候 楊潔篪王毅不會人頭落地 所以強硬的態度 一定要表現出來 這關乎到他們的KPI啦 習近平會打分數 而且我今天還特意在這個結束之後 特別看了一些中國的這種媒體 不管是人民日報 新華社 或其他的這種所謂的小粉紅們 會看的媒體 確實對楊潔篪跟王毅的態度 一片叫好啊 對 他們在美國人面前 真是捍衛了中國人的骨氣 等等之類的 就是那種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把這個東西出口轉內銷 把本來美中可能在會談上面 面對到美國的壓力 他用這種強硬的公開的態度 轉移到內政去 那這個當然對 既然知道說回不去了 那不如就硬到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等於是說 既然對美國短期不抱期待 那這個就轉化了 因為本來是希望可以做下來 譬如說把它設定成是戰略對話 或者是最起碼是這種高層對談 那一一的被美國補絕之後 那就乾脆我們就是準備來吵架 那這代表什麼 那變成是中國是在畫下底線 所以我也注意到就是 現在國際關係學院的院長 叫袁鵬 他其實是中國外交部很重要的 智庫的智囊的 等於算是這個首腦就對了 他在出去之前 在楊潔篪跟王毅出去之前 他就寫了一篇熱熱等的文章 簡單講就是說 中國這次去是要跟美國講清楚 三個紅線 台灣的紅線 然後這種經濟上的紅線 還有這個所謂價值上的紅線 其實你很清楚的就是 既然沒辦法溝通 那我們就來吵架 而且這個吵架 是要講給國內的人聽 可是我有一點覺得很看不懂的 就是想請教一下趙欣 就是說 好 那你這個兇巴巴 我們都跑去吵架 我大老遠飛到阿拉斯家去跟你 講了我這個紅線是怎樣怎樣 我的確贏了面子 因為我中國國內的媒體 都對我拍拍手 可是我實質上 中國要的禮子是 我希望你美國可以取消我 經濟上面的這些貿易的限制制裁 所以他們吵架之後 有了面子 卻沒有拿到實質的禮子 何必要這樣子吵 其實我想這個美中會談 並不會只有這一個回合 是一個系列的 可以講說Tournament 系列的回合賽 所以這只是第一個回合 也就是第一類的接觸 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因為雙方 剛剛志聖哥講的很到位的 一點就是說 民意在雙方其實都有的 民意不是民主國家的專利 民主國家重視民意 其實專制國家更重視民意 為什麼呢 因為民主國家失去民意 最多政黨輪替 其實全國家失去民意 你馬上人頭落地 所以這個東西是非常可怕 所以他們對於民意的看法是很重要 現在兩邊都是對立情緒 一般的民間也都延燒下去了 所以一片網路上 是一片罵聲的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在第一個回合 雙方都不敢在第一個回合 就呈現一個談判很順利 或者很清善 而且在談判上 談判的先決條件 是要先形成僵局 那所謂的僵局是什麼 僵局就是我要先把我的條件擺出來 所以在這種談判 可以說是第一回合戰的狀況下 是趁雙方還沒有和解的時候 先把自己的清單列出來 先劃好自己的條件底線 以免未來會被對商吃豆腐 所以現在這種時候 乾脆就鐵面無私的劈啪 把我的立場講一講 該罵的罵一罵 這樣子以後我在談判的時候 這些底線 我如果要讓步的時候 我才能夠換東西回來 所以在第一回合 雙方的強引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選在阿拉斯加 談判技巧就對了 對 選在阿拉斯加也很好玩 因為阿拉斯加明明是美國的一州 可是它又不是美國真正的本土 所以它某個程度上有點在這種 就是說亞洲跟美洲的這種邊界 在做談判的這種 劍法弩章 或者是邊緣談判的這種感覺跟氛圍在 如果假設 各位想像一下 假設這個美中會談是在北京 或者是在華府的話 雙方可能會有不得不達成deal的一種壓力 可是選在阿拉斯加 人家對於這樣子的一種談判的期待 就很自然的會下降 可是我覺得對於中國來說 也已經夠沒面子了 人家布林肯跟人家那個房長 都已經到了日本韓國了 我就是沒有要跟你中國的見面 你要跟我見好啊 那我們去阿拉斯加 這個部分我補充給趙欣說 所以剛剛他們兩個見面這一場 就是剛剛公開講的部分 連地點他們都在吵架 布林肯就說 對我們就是希望在美國的領土上面 大家來會談 然後楊潔篪講就說 沒有阿拉斯加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地點 剛剛距離北京跟距離美國 華盛頓距離一樣 所以這是代表中美之間是平等對待 你看連這個東西都要做文章 那中國有一點拓面自乾啊 因為明明那個就是美國啊 講給國內聽啊 這個我再補充一下 還有談判地點的氣候也有關係 阿拉斯加就是一個很冷 吾吾吾吾吹冷風的一個地方 現在零下18度 那有一個地方是 你如果注意到 如果有一個地方 如果選在這個地方談判 通常會有不錯的結果 那個地方叫夏威夷 夏威夷 如果這種談判的 如果他們未來是選在夏威夷 你就可以期待說 他們談判的這個氣氛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是有差喔 所以談判的時候 跟當地的氣候的溫度數字有關係 就是他想營造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其實談判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有所謂的會前會 那麼其實在會前會的時候 我相信兩方已經知道 那個狀況不是很好 比如就像我們 當年去採訪馬席會的時候 在這之前相關的行政部門 一定都 尤其是外交單位 一定都已經都審核過什麼步驟 然後我包括選地點 就剛剛講的選地點 地點選在阿拉斯加 不在美國本土 就不讓你到我們美國的境內來 不在一個重要的地點 選在一個天寒地洞 你叫蘇武牧羊 就是把你去到北邊去 拿一個結喔 對 就是已經某種程度上就告訴你說 好吧 那就去一個天寒地洞的地方 所以在選地點選時間 然後再包括會前會 其實會前會一定會決定是說 彼此大概講稿內容會是什麼 比如像當初我們看到馬席會的時候 其實馬英九要講什麼 或習近平要講什麼 其實大義內容彼此都有一些默契了 所以為什麼開門見山 彼此之間把對方都先罵一頓的原因 就在於我相信會前會的整個訊息傳回來就不太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對外在作戰 那對外作戰不成功之下 只能變成對內的自保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其實楊潔篪跟楊毅 現在很努力的希望保住自己的位子 因為我相信他們本來認為說 拜登政府上台來之後 應該是可以比過去的 川普的時候來的好一點 不要這麼的差 那麼至少我們過去在這個 對美關係上面的失敗 我們現在總得拿一點分數 一點Quality回來 不然KPI不及格 因為包括你看我們蕭美琴大使 到美國去之後 不斷的像就職典禮出席 糟糕 又扣分了 然後呢發表一些演說 包括聯合國的這個大使 又可能要來台灣等等 所以他們其實很寄望是在這裡 能夠獲得一些比較好的訊息 就算說不能在美國本土見面 那至少我們到一個比較冷的地方 看大家可不可以冷靜一點 沒有想到火氣非常的大 那在這個時候對於中國的代表來說 他要怎麼辦 如果這樣子真的又搞不好 他就人頭落地 顯然他們在前面的訊息當中 是獲得了這回應不會太好 所以才會出現就是說 當這個王毅問說 要不要留一點時間 給這個翻譯小姐來翻譯的時候 才會說還需要嗎 因為這個時候是講給自己用來保位子 要讓這些國內自己的民族氣氛要上來 對 那整個要作戰 因為就算說接下來你要談判 我覺得基本上他已經不在乎 接下來能夠要到什麼 談到什麼 能夠全身而退最重要 而且過去啊民進黨常常被國民黨笑說 嗨 壓錯保 可是起碼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的拜登政府 其實那個做法上面是步步進逼 甚至比川普政府還要更 更為沒有 就鎖得更緊的 對於中國的態度鎖得更緊 而且他的節奏感反而覺得更強烈 就是他們一個扣一個 就像剛剛志聖老師所說的 他們的節奏很綿密的 這一個禮拜也不斷的打 都打到了中國的痛點 讓他們很難回 那這個時候真的就只能用大內宣的方式 保住自己的位子 志聖你怎麼看說 其實真正壓錯保的恐怕是習近平 而且他們這次見面吵架吵成這樣 下一次如果要約見面的話 不是要到北極去了 更冷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第一個我剛才先比較一下 沒有說如果比較說川普是職權對決的話 那開玩笑講說 感覺上拜登用那個我們布袋戲才是講的 你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陷阱 那個蜘蛛網一直支好之後 然後等你進去 進去讓你動彈不得 對看起來拜登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只有中美之間 你看他前面布局了 美日美韓然後跨的 然後再來可能還有歐洲的問題進來 所以習近平確實面對到這樣子的拜登 可是他又不得不去面對 我覺得最大的麻煩是這個 因為再怎麼樣 我跟你講如果少了美國 或不跟美國做進一步的溝通 對中國來講 那未來不管是在經濟上面 不管是在地緣的政治上面 其實都會造成科技上面 都會造成極為嚴重的打擊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這一場一個很大的關鍵 而且完結點是說什麼 是先談了再說 不管談得好不好 至少有談 有開始 有開始就至少下一次 可能還有機會再談 但是那個機會跟想像 恐怕很少 因為本來有提到說 是不是4月份有機會讓 這個習近平跟拜登見面 拜登 對 美國直接打槍 我們這次完全不談這件事情 所以看起來遙遙無奇 習近平恐怕還有得等有得看 對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國際局勢 看起來中國的確是 必須跟美國談的那個壓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壓力一方 時間並不站在中國這邊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